好,那接下来我们来介绍这一张 叫做所谓的Internet Walking 那Internet Walking 当然就是要把很多网路连起来 然后呢,看看说在这种 所谓的连结的网路之下 我们怎么来传送这个风包 那这一张呢,我们的大纲 大概会先做一个 比较简单的介绍信 然后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所谓的IP跟Router的这样子的设计 我们会介绍IP跟Router 然后呢,我们再来介绍这个 所谓的IP Subnetting IP Subnetting的目的是说 因为我们传统的这个IP 事实上有分所谓的不同的Class 就Class A,Class B,Class C 那这个Class本身牵涉到说 它那个IP Address的分配跟多少 但是我们有时候网路呢 因为可能网路比较小 那我们的电脑比较少 但是我们如果分配一个比较大的IP的范围的话 这个就会有点浪费啦 所以IP Subnetting就是希望说能够再把我们原来的Class A,B,C 这种网路的所谓的分类能够再细分一点 所以我们会介绍一些有关IP Subnetting的一些概念 然后再来会介绍所谓的Classless的Address 一样这个跟IP Address也是有关 因为我们本来只有Class A,B,C 但是因为如果只用A,B,C的话 有时候会有点浪费那个IP Address 所以所谓的Classless 就是说我们在Address的时候就不用管那个Class 因为原来的Class有A,B,C 但是我们现在把它把这个Class的范围把它打散掉 变成说变成不根据这个Class 所以叫做所有的Classless 的Address型的这个方式 这个我们会来介绍一下 然后接下来我们就会进到整个Internet里面 非常非常关键的叫做Routing Protocol 就是我们这个Router跟Router之间 我们平常要互相的传送这个网络的状态 比如说网络可能这边阻塞或者这边断线 或者说原来阻塞的现在恢复了 或者原来断掉的现在已经把它复原了 那这个Router本身必须把它周边的这个网络的状态 跟其他的Router互相的沟通 要告诉其他的Router 那使得说每一个Router 可能就会有比较网络的全貌 那在一个网络的全貌之下 它才有办法做所谓的Routing 因为我们知道Router最重要的工作 就是帮我们做Routing 选一个最好的路径 那最好的路径本身因为Internet的特性 它会有点是动态的 因为刚提到网络可能阻塞 可能有一些断线 所以它必须随时能够Dynamic 动态的把那个掌握住那个网络的状态 好 那在这个所谓的Routing Poker里面 我们就把它分成两类 一个叫做Distance Vector Protocol 一个叫做所谓的Link State 那Distance Vector 比较偏向于说 有点像是固定时间 然后交换情报 然后Link State 本身是说 我这个Link状态只要有变更 我就马上交换这个资料 变成说Link State 是比较 算是新一代的做法 Distance Vector 是比较早期的做法 那在这张里面 我们大概就会 针对以上这几个议题 来跟各位做介绍 那接下来我们就开始进入 简介的部分 我们说什么是一个Internet Working 我们说一个Internet Working 就是一个把很多网路 能够把它所谓的集合起来 然后透过Router 变成一个所谓的比较大的网路 提供所谓的host to host the pocket delivery service 就是我们可以在这个网路上面 让两个host之间 可以所谓的通讯 比如说在我们现在这个例子里面 我们左边 左边这边 这个地方我们是一个Wireless的网路 是一个无线网路 那在中间这个地方 我们假设有一个Ethernet 所谓Network 2 那在第三个地方 这个地方比较特别 我们的Network 3 所以它是Point to Point Network 就是它是一个点对点 这个点对点就是Router 2 跟Router 3 它们中间这条线 等于说它是一个单一的Link 把Router 2跟Router 3接起来 最右下角这边还有一个 我们叫Network 4 第四个网路 它也是一个Ethernet 所以在我们这个历史里面 我们就看到说 我们现在有四个网路 然后有三个Router 把它接起来 这个就是一个典型的所谓的Internet networking 因为我们把Network 把它连起来的 那我们想要提供什么呢? 我们想要提供的就是所谓的 host to host的delivery 比如说我们如果说H1 要跟H8 然后要通讯的话 可能就要走这一条路 那当然如果说H5跟H10 比如说H5在这边 它要H10 它也是要走这样子 变成走这样子 变成说在一个Internet working上面 我们要处理的就是说 怎么样让一个host的封包 可以透过这个Internet working 送到另外一个host 那这中间会经过一些网路 然后经过一些router 然后我们就会介绍说 router到底怎么运作的 然后我们在Internet上面 传送的这个封包 因为必须有一个标准 这个标准现在就是所谓的IP 所谓Internet Protocol 我们大概基本上就会介绍这一块 好 那首先我们就来看看 到底什么是一个IP 那我们说在Internet上面最重要的 我们常常听说什么TCP IP 那这个IP 我们就是所谓的Internet Protocol 因为我们刚刚介绍 我们把很多网路接起来 这叫Internet working 那全世界这种网路 整合起来就叫做Internet 那Internet上面 我们跑的这个封包 那个标准的格式 就是有一个Protocol 就叫做IP 所谓的Internet的Protocol 那它基本上就是我们的 所谓的最基本的工具 因为它是一个Protocol 我们用来建构一个Scalable 还有Heterogeneous的Internet networking Scalable就是说 我们可以建很大的规模 就是我们只要把router接起来 然后把网路接上去 它就会一直一直一直长大 而且我们叫做Heterogeneous 就是说我们所连结的网路 可以所谓的多样性 也就是所谓的抑制网路 刚刚我们前面这边图也看到 我们有WiFi 无线网路 或者有线网路 不管是光纤 或者甚至微波 就是小型的网路 大型的网路 短距的网路 或者长程的网路 不管是各式各样的网路 我们都可以把它连结起来 所以这个叫做Heterogeneous 所谓的抑制 就是不同性质的网路 都可以连起来 然后IP本身 它必须在所有的node上面 通通要能够执行 我们特别强调是说 它必须在all the nodes 所有node上面都要run IP这个Protocol 包含router 当然我们有一个比较特殊的状况 就是说一些Layer2的设备是不需要的 因为这个IP本身 我们说它属于Layer3 等于说是第三层的这个Layer 我们也介绍过 这个网路的功能 我们分为所谓的7Layer 7层 最下面是Physical Layer 第二层所谓的DataLink Layer 第三层就是所谓的Internet Working 就是IP这一层 所以所有的router 所有的host 所有的node 或者就是最终端的这些设备 笔电 这些手机 甚至桌上型的电脑 都会run这个IP 但是Layer2的交换机 或Layer2的bridge 本身是不需要的 因为我们说Layer2的设备 因为只看到Mac address 所以它看不到这个IP address 好那我们说 IP本身就可以define 一个这样的infrastructure 一个所谓的基础的建设 可以让这些node 跟这些网路呢 它们整合起来之后 我们说好像一个single logical internet 就把它看成一个大型的网路 那因为有IP 所以我在送资料给对方的时候 我只要把IP把它准备好 那我就可以使我们等于说 这个使用者本身 就不用管这个网路长什么样子 我们说网路里面其实非常复杂 可能有非常多的router 而且非常多不同的网路 有线的、无线的、光纤的 什么都可以 反正你连起来之后 对使用者来看我们说 它就是一个logical logical internet walking 就是说 对使用者来讲 它就是一个网路 你不用去管physical 你不用管实际怎么接 你也不用管实际怎么样子 我们只要知道说 这是一个连接的网路 所以当我要把封包 从一个host丢到很远的另外一个host 也没有关系 我只要把封包 就是IP的封包把它准备好 好 我就可以丢到网路里面去了 好 丢到网路里面去之后 这个封包到底怎么走的 走哪一条路径 完全就交给这个internet来决定了 等于说internet本身就提供了 所谓的host to host的service 就是它提供的是 刚刚有介绍 我们是host to host的pocket delivery 的service 所以对使用者来讲的话 就把它当成是一个internet walking 就可以了 好 那我们再来看 比如说 以刚刚介绍的这个网路的结构来看的话 我们如果再回头看一下 就是我们刚刚那个网路的架构 我们在无线网路这边 有一个host 5 它是一个笔电 然后在另外最右下角的这个网路 有一个host h8 它是一个桌机 不管是笔电或桌机 我们说它都会有这个ip 这一层 这一层 然后特别强调的是说 所有中间的router 我们在我们所介绍的这个网路里面 像我们这个地方有三个router 我们再回顾一下 在这个网路底下我们这里有router1 router2 router3 我们注意一下 那router1它接的这个地方是wireless的网路 这是网路1 那网路2它是一个ethernet 所以我们就看到说所有的router 你看它都需要有这个ip 这是很重要的特性 所有的router通通通会有ip 所以我们如果以ip这一层来看的话 就发现说不管是host的主机还是router 它全部都有ip 所以它是一个把全球的电脑 把它全部连结起来一个标准的一个protocol 就是所谓的internet的protocol 那我们如果再往下看一下 就是说那下一层呢 像这个就是这个中间 我们说它跑的是802.11 因为它是我们讲 iEEE 802.11的wifi 就是无线网路 然后router1跟router2之间它跑的是ethernet 这跟我们之前看那个网路的托谱相关的 那router2跟router3之间呢 它是一个我们叫做point-to-point的protocol 点对点它是一条网路线 把两个router接起来 那最后一个网路是router3 后面接的一个ethernet 所以这边又是ethernet 所以在这个图里面我们特别注意到 就是说这个地方有一个所谓的wifi wifi wifi把router1跟host5连起来 这边有一段的是ethernet 然后这边有一段是point-to-point 就是点对点网路 最后一个网路是ethernet 所以我们看一下就是说 这样的网路的架构 就是可以把几个网路呢 在这个例子里面是透过三个router 把它们接起来 这个网路的结构我们后面还会再用到 因为我们会用这个网路来介绍 比如说怎么做routing 然后routing table长什么样子 甚至我们所谓的subnetting 网路的这种所谓的直网路的概念 我们都会用这个架构来做介绍 好 那我们接下来就来看说 那一般IP的service 到底提供了什么样的服务 那我们说虽然网路的结构 可以是非常非常多样性 我们说我们这个internet上面 或者一个internet walking 会有很多router 然后把各式各样的一纸网路 把它接起来 那接起来的过程当中 可能就会有很多连线 很多路径可以选 因为看这个网路的tope tope业复杂 代表说我们可以选的路径 可能还蛮多的 但是不管这个路径有多少 不管我们怎么选 它所提供的服务 非常重要的第一个 我们叫做connectionless service connectionless 就是说我们在把一个IP的封包 我们在这边通常叫做IP的一个datagram 或者一个叫IP的pockets 我们把一个IP的资料 把一个IP的封包 丢到网路去的时候 是不需要事先建连线的 所以这个非常重要 我们叫做connectionless connectionless 就是不需要建连线 等于说我们只要把IP封包准备好 你就可以丢到你所连接的那个网路上面 丢给那个router 后面就全部交给router去做了 所以我们在通讯的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并不需要建连线 那什么时候需要建连线 有没有那种网路需要建连线 也是有 比如说在上一层如果TCP 它在两个TCP通讯之前 它就需要建连线 它先把connection建起来 那在典型的比如说我们打电话 打电话就是要先把电话接通才能讲话 所以像电话系统就是要建连线的 那比较像邮政系统 我们在送信的时候你只要把信封准备好 然后把收信的地址 就是收件人地址 然后寄件人地址写完 你就把它丢到邮筒 像这种邮政系统比较就相当于是 我就不需要建连线 那IP本身所提供的服务呢 第一个它就是connection list 不需要建连线 第二个更重要的 它所提供的我们叫做best effort delivery best effort我们简称叫做禁力士 就是它尽量帮我们送 但是呢 这个禁力士就相当于叫做unreliable service 就是不可靠 它很努力的 帮我们想要把一个封包 透过internet丢到另外一端去 我们说它会选路径 它会找最好的路径 但是呢因为网路的状态 有时候是比较难以估计 比如说可能会网路会断线 然后可能会阻塞 然后你这个封包到了router之后 router本身可能因为 比如说阻塞的时候 那它封包出不去 消化不了 可是呢 风包还是一直进来 那router本身它就会 等于说它的buffer就会满掉了 那buffer满的时候呢 它就必须把一些封包把它丢弃掉 也就是在internet上面呢 我们发生几件事情 第一个pocket可能会loss 封包可能会掉 第二个就是说我们的pocket可能会 我们叫做out of order 就顺序可能会不对 就是先送的封包 因为我们可能丢好几个封包嘛 12345这样 按照这个顺序 我们把封包丢到internet上面去了 可是呢 那个目的地呢 它收到的时候呢 可能不是按照我们du的顺序 我们送的顺序是12345 收到的时候可能是5321 那是因为说 每一个封包呢 进到internet里面 它走的路径呢都是独立的 一个封包可能走这边 等一下 第二个封包本来想要走这里 结果发现说还有一条更好的路 它就走另外一条路了 变成说可能封包呢 在送到对方的时候 我们说会out of order 顺序会不对 第三个就是说 可能会有duplicate copy 就是可能会收到重复的 因为在internet上面 我们每次要经过一个 所谓的区域网路 那区域网路里面 有时候 在看不同的区域网路 有的区域网路本身 如果没有很好的机制的话 一个封包可能会被收到两次 比如说因为封包掉了 或者那个acknowledgement掉了 会做retransmission 有可能在layer2的网路底下 因为做了所谓的 重送的机制 所以一个封包有可能会 所谓的duplicate copy 最后一个就是说 这个封包可能会在网路上面 被delay的一个比较长的时间 就是因为说我们封包进到一个router router为了把这个封包 从它的接口丢出去 它要排队 排队就看它流量的大小 因为如果说这个网路现在比较拥挤 它可能就会等久一点 如果说我们所经过的这些router 每一个都把它做一些时间的延迟 这个整个加重起来 它的delay可能就非常的大 所以我们说一个封包也有可能 会有所谓的long time delay 那这种比较长时间的延迟 就会造成也是造成刚刚讲的 out of order的关系 因为第一个路径可能会不一样 然后延迟可能不一样 不同的路线所花的时间不一样 所以有可能先送就不见得是先到 变成先送后到都有可能 那这个就是IP 我们讲它在封包所deliver的时候 所提供的服务 刚刚特别强调 第一个connectionless 第二个best ever 这是IP的特性 那最后再来介绍说 我们IP本身 它因为要有address 所以我们说它是global address scheme 就是说所有internet上面的所有电脑 所有的主机 还有甚至router本身 都必须有一个ID 那这个ID呢 就是所谓的IP address 那这个部分我们等一下再来介绍